起開的形狀 好像一大碗藍色的糖漿 伸展出長而狹窄的地形 崎嶇的山脈以紅色為主吊 侵托著蔚南的大海 水中沒有任何生命的跡象 無論是魚或是植物 自從上帝用烈火吞併這個地區以來 海岸上比你有生命氣息的感覺 就是那些度假升地的酒店 引機底泉 是整個地區僅有兩個探水泉之一 它形成死海西岸最大的綠洲 這裏的居民數千年來 都是用這個淡水泉的水 引機底這個地方 多次出現在聖經中不同的章節 特別在大衛逃離蘇羅王追殺的事情裏 這個地方尤其突出 薩姆爾記上23章29節 大衛從那裡上去住在引機底的山寨裏 今日我們大家參觀引機底 這個自然保護區擁有美麗的風景 壯觀的瀑布和獨有野生動植物的保護區 每位遊客都被這個地方深深吸引著 當你站在這裏 你可以明白大衛選擇這個偏遠的岩石客谷 作為他隱藏的地方 這個地方實在被大衛留下難忘的記憶 令他寫了聖經中很有名的《詩篇》23篇 他說 耶穀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揭的水邊 他使我的靈魂蘇醒 為自己的命引動我走二路 我雖然行過死癮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 在希伯來文 Angeli的意思是小羊的泉 聖經和現代參考的文獻都證實 這個隱秘的泉 是小羚羊喜愛的妻室地方 當攀山者經過的時候 偶然會遇見有些羚羊出現在山谷糾峭的岩石上面 聖經在牙哥書中 所羅門王為他所愛的人寫下了 我以我的良羊為一個奉仙花 在隱基底葡萄園中 毫無異蚊在古時 這個清脆茂盛的綠洲 是以種植可以提煉香油的 芬芳四日的花朵而遠近馳名 第一世紀歷史學家約失夫 非常喜愛隱基底的植物 聖經以西傑書47章第10節 先知以西傑預言將來的天地 他說必有漁夫站在河邊 從隱基底直到引以納連 那時曬網的地方 各類的魚都像大海裡的魚那樣多 這個預言講到整個死海地區生機的改變 包括將來發生的超自然地質和生態的轉變 當你走過壁錄常青的引機底 這裏會讓我們感覺到 大衛和先知預言將來的天地 似乎就是在暗影山谷下的一個彎道附近了 多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想看這個視頻的完整版 或者想了解更多的訊息 你可點擊以下的網誌